第一次听到《非诸理论》的时候 我觉得这是对我前半生最好的形容 我确定我就是那一只幸运的猪 小时候很穷 一年忽然有钱了 最大的烦恼是什么 反正现在的我觉得单身是我最大的烦恼 只是没想到 烦恼没解决 差点要了我全部的身家和小命 单身猪命好苦 我把身边所有可能的女性都梳理了一遍 甚至连小时候暗恋的隔壁村的花花 都认真思考了一下 可惜花花去年结婚了 正当我为怎么解决这是苦思冥想的时候 忽然看到了一则投屏广告 我可以被孤独击倒 但绝不投降世俗的婚姻 我可以用一生等待 但绝不稀释爱情的浓度 我不轻易爱 更不轻易被爱 如果我爱你 我会先懂你 我毛色顿开 对呀 世界那么大 我决定上相亲网站 迫不及待按广告上的电话打过去 接电话的是甜甜的女生 但她的声音远不及她介绍的成功案例 更能吸引我 而且平台那边资源丰富 什么样的都有 缺点就是有点贵 对别人是缺点 我现在虽然算不上土豪 土边还是算得上的 区区十来万不算什么 尤其对面美女的声音那么甜 我觉得很值 按美女的提示下载好App后 我很认真地填写了个人信息 怕不吸引人 我诚实地在个人说明里备注 北游附近160平房子一套 公司一家 年收入1000万以上 注册完浏览了一下 感觉自己像是一个幸运的猎人 进了养殖场 看着手机上形形色色的美女 滑动一下手指 就是一个不一样的人 一时尽不知道该怎么选了 突然都不知道 自己的标准到底是啥了 我这是迷失了吗 算了 好饭不怕晚 先忙回工作晚上再研究 忙到11点 睡前准备再研究一下App 才发现有站内私信 时间差不多是晚上7点左右 一张图和一句简单一句话 一直在等待 是你吗 图是一张美女生活照 饶是白天看了那么多美女图片 这一张却是深深印进了我的脑海里 乌黑的马尾辫 白皙的皮肤 恰到好处的瓜子脸 迷人的笑容 单论颜值 我的白月光小师妹都暗淡了不少 她是什么意思 认识我 还是单纯被我的魅力吸引 这是单身30多年的人品 集中爆发了吗 我盯着屏幕不太敢相信 脑子飞速运转着 感觉CPU都要冒烟了 睡意全无 最后忍不住回复了一条 你认识我 然后评神静息 紧盯着屏幕 就这样室内成了静止画面 只有微弱的心跳和呼吸 可惜对方一直没有回复 我点开她的头像 查看了一下基本资料 可惜她很懒 什么都没留下 只有一个名字 假兮兮 别说和我名字还挺登对的 钱东东 我们以后在一起 那不是东西合璧了 简直是天造地设呀 就这样 我在瞎想里熬过一夜 过去一直是抓紧时间 学习和工作 从来都是时间不够用 原来夜真的可以漫长 只要你心有挂念 第二天早上7点多 手机里终于接连 弹出了几条消息 不好意思 昨天等到10点 没有回到回复 所以先睡了 我不认识你 但你的照片 给我一种非常熟悉的感觉 仿佛我的存在 就是为了等你 你让我相信 钱是今生的爱情 不知道是没睡好 还是太兴奋 我只感觉脑袋晕乎乎的 一时竟有点反应不过来 这是真的吗 我用力掐了一下自己的脸 确实很疼 人也清醒了不少 回复了一条 MeToo 接下来我们简单了解了一下 双方情况 它的履历和背景 优秀的让我不安 感觉不真实 财务专业说是研究生毕业 在一家证券公司工作 主要是帮企业做上市辅导 父母都是大学教授 舅舅和舅妈 则在公安系统工作 可以说是天之娇女 关键长得这么好看 会没有男朋友 我把自己家人 和所有有实力的亲戚 回忆了一遍 再把认识的人梳理了一遍 虽然最近也接触过一些有钱人 但比较起来 她的综合素质和家庭背景 应该是我见过最好的人了 虽然我导师也开公司赚了一些钱 但导师也是奋斗的一代 师娘是老师同村 没读过什么书 主要操持家务为主 小师妹虽然也很优秀 但和她比起来 还是差很多的 我压抑着之前的兴奋 陷入深深的自我怀疑之中 相亲网站的资源 这么逆天的吗 这真是我能够得着的吗 好在也到了上班时间 今天要忙的事情也很多 我干脆退出了app 强迫自己出门上班 我需要冷静的思考一下 结果没想到 中午吃饭打开app的时候 她又给我发了好几条私信 其中最让我心动的一条 不知道为什么 明明没有见过你 怎么开始有点想你了 顺便留了一个微信二维码 让我加她 加她居然都没有验证 直接就加上了 我迫不及待的 看了她的朋友圈看了起来 内容不多 自拍照片也很少 主要是工作相关的 但每一章都显示出 她生活的圈层 和我有着相当的距离 这样背景的人真的会想我 真的会有一见钟情 而这种好事 真发生在我身上了 虽然有点怀疑 在她提出晚上下班后 和我见一面的时候 我还是很痛快地答应了 万一天上真会掉 下个李妹妹呢 见一面也不会有啥损失 而且她住得离我并不远 也就五公里左右 电瓶车过去 也就十多分钟而已 但我记得 她说的那片是别墅区呀 难道 终于熬到下班时间 我收拾好东西 直奔约好的咖啡馆 在门口的时候 我就被她一身 粉红色连衣群吸引住了 曼妙的身材 真人比照片更吸引人 给人感觉清纯 带一丝娇媚 文雅中透出一份高贵 我所认识的女性朋友 都没有她身上那种气质 或许这就是 传说中的大家闺秀 正在我失神的片刻 她似乎感应到了我 冲我微笑打个招呼 我赶紧过去 问你是假兮兮 她很大方地伸出手 终于见到你了 钱东东同学 请坐 我猜你喜欢甜味的咖啡 已经帮你点好了 她的手温柔细腻 还有淡淡的香味 一切都是我喜欢的 一时之间 我竟然有点迷离 虽然我个人 其实没有喝咖啡的习惯 不过只要是她点的 我想哪怕是苦的 我也喜欢吧 说真的 以前好像还真没有被女士 请过喝咖啡 挺意外的 对她的好感 又增加了几分 晚上我们聊得很开心 她不仅见识不俗 对我分享以前的男日子 和创业的艰辛 都非常感兴趣 每次看到 她认真听我分享时候的表情 我相信 或许这真的是缘分 快乐的时间总是短暂的 咖啡厅要打样的时候 她拿出了一个礼物盒 看着我认真的说 今天真的非常开心 虽然是第一次见面 但感觉认识了很久 这个礼物 我很久前就准备好了 今天终于有机会 送给喜欢的人 希望你也会喜欢 这辈子 还真没收到 异性正经送过什么东西 被人重视和认可的感觉 对从小因为穷 被冷落惯了的人来说 真的太重要了 一时间竟有点想哭的感觉 我尽力压抑了 自己激动的心情 表达了感谢 并收下了礼物 依依惜别回到家里 我小心翼翼地 拿出她送我的礼物 看了好一会 光这个包装 就已经让我爱不失手了 这是她随手的礼物 还是精心准备的呢 心里虽然有一些准备 拆开的时候 我还是大吃了一惊 居然是一块欧米奇的表 以前遥不可及的东西 现在居然摆在了眼前 还是以礼物的形式 同时而来的 还有我等了三十多年的爱情 意识到 我即将到来的美好生活 我感觉生命 从来没有这么美好过 而我的心里和脑子里 此刻只有她 我该怎么还她一份厚礼 让她也感受到 我的真情实义 接下来的几天 我把工作能推的都推了 有机会就会见面 其他时间 则是不断在手机上聊着天 从没恋爱经验的我 真的体会到了 什么叫热恋 看着清晨窗外的飘雪 想起她说她喜欢温暖的季节 不如就送她温暖吧 说干就干 我微信给她留言 最近要去三亚待几天 有没有兴趣同游 她很快给我回复了 说手头项目再有十来天结束了 正打算项目等项目结束 放个长假约我出去旅游 想不到我先联系她了 这算是心有灵犀吧 你把身份证号发给我 我先去订机票和安排行程 拿到她的身份证后 注意到她身份证 并不是11000开头的 不过我也没有多想 开心的联系了一家旅游公司 让他们用蜜月的标准 定制了一个七日游 顺便让他们推荐了 适合旅居的海边别墅 看了看价格 300多万 也还好 不是特别的贵 顺便打电话 问了问公司财务 了解了一下公司情况 今年业绩比去年又好了不少 快乐的二人世界终于开始了 我们从北京坐飞机到三亚后 导游安排的车把 我们送到了预约的别墅 别墅区经过精心的布置 是我根据自己的观察 和他告诉我的一些生活习惯 让导游提前准备的 我相信 他会感受到我的用心和真心 而他确实能体会到我的心意 进入房间的一刻 他看我的眼神 一瞬间有点复杂 不过一会之后就发生了变化 凑上来毫不吝啬地赏赐了我一个香吻 一句感谢我的话 使我脑子里其他的想法都没有了 心直接都快要融化了 来自女人的鼓励和奖赏 是一个男人最大的成就吧 顿时觉得 我所做的一切 和他的笑容比起来 都太微不足道了 觉得他值得我付出更多 接下来的几天 我们相处得非常和谐 每天不仅玩开开心心的 每多处一天 我都能发现 他身上新的闪光点 还给我讲了很多 我所理解的上层社会的理念 和处事原则 他也没有传说中的 富家小姐那样奢华和不讲理 平常不仅不铺张忘费 消费很理性和合理 而且处处为我着想 其间还聊过我公司的发展情况 建议我可以考虑一下 未来我的公司上市的可能性 不知不觉中 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 不仅仅是美 更重要的是我对他的信任感 达到了一个非常深的程度 如果未来我们真在一起 似乎我的事业 也能更上一层楼 他自己就是负责公司上市这一块的 父母资源也不错 政府部门也有关系 以后我要成富二代的爹了吗 旅游的最后一天 导游悄悄告诉我 东西准备好了 放在别墅的餐桌上 我用余光看了看西西 他会是陪我度过下半生的人吗 中午吃过午饭 看着完了半天 有点疲态的假西西 问他累了吧 我们回别墅休整一下 下午飞回北京 回别墅的时候 我拿着行李 走在他后面 让他去开门 开门那一瞬间 一张大桌子上面摆满了鲜花 而鲜花的中间 是一本红红的房产证 西西 经过这么多天的相处 我觉得我很幸运 后半生 你愿意陪我一起吗 他看着很感动 没有回话 似乎是在思考 过了一会 他打开了自己的手包 从里面拿出手机 和几本房产证 手机上操作了一下 然后一起递给我说 东东 看到你信息的第一刻起 正好我之前给你的留言 我就觉得 你是我要找的人 之前一直怕你误会 我图你的钱 本想今天和你托底 这些是我自己所有的家底 一套别墅和几套商品房 别墅我爸妈住着 我计划是商品房 装修好以后 作为我们的婚房 没想到你先给了我惊喜 不过 结婚这么大的事 我们还得征求 父母的支持和同意 回北京后 我带你去见我父母 你愿意吗 我扫了一眼 手机银行卡上的数字 没有接他递过来的手机 和房产证 不论房子现金他 也比我多呀 我这是遇到富婆了 未来不劳动 光吃软饭 也能过几辈子了呀 能不愿意吗 我当然愿意 恨不得立刻就飞回北京 不过 即便今天回去也很晚了 我们约好他先回去 和父母沟通一下 明天晚上一起去见他父母 有了上次 希希送了二十来万的表当参考 我给准岳父岳母的礼物 自己不能寒沉 给岳父送了一个 同等价位的手表 给岳母送了一块翡翠 在一栋式架 希希介绍说 是值两千多万的别墅里 我见到了同为大学教授 准岳父岳母 都保养得很好 看着显年轻 尤其岳母 长得非常漂亮 但和希希不是一个类型的美 美与坚一丝妹的感觉 也许是我的错觉吧 总觉得在哪里见过 比我想象中顺利很多 我原本以为 他们会嫌弃我的出身和外在条件 怕他们嫌弃我配不上希希 结果他们很开明 说最主要的是人品 最重要的是希希喜欢 毕竟以后说我们过日子 他们只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 不会参与到我们小两口的生活 顺便还表扬了 我这几年取得的成功 对我们公司研究的方向 也表示出了很大的兴趣 认为智能驾驶方向很有前途 对我他们 也没有提出太多的要求 只希望女儿能住得近一点 而我目前住的地方 离他们有点远 希望我能卖掉房子 换到他们这边别墅来 并表示如果钱不够 他们也能自住一部分 我看着准岳父岳母认真的说 我自己知道我和希希是有差距的 忙二老不气 看得起我 我也希望以后能离你二老近一点 房子的事 我尽快安排 如果你二老有何事 也请帮我推荐一下 他们看了希希一眼 眼神交流了一下 似乎达成了某种协议 我当时理解成他们 对我的反应很满意 回想起来 也许又是另一层意思吧 离开准岳父岳母家的时候 希希送我出来跟我说 东东 不要太在意我爸妈的话 你知道我只在乎你 只要能和你在一起 住哪里都行 住我自己的那个公寓 就挺好的 放心吧 我觉得我努努力 应该买得起 你看得上我 我自然不能让你失望 更不能让咱爸妈失望 我相信你 那如果你资金上有缺口 告诉我一声 我应该能凑几百万 我父母那一两百万 应该是有的 遇到你真幸运 谢谢你 我在他额头切了一下 让他相信我能解决 大概要筹两千多万 不是一个小数目 压力还是很大的 我现金大概还剩六百万 要是没买三亚的别墅 和最近花的几十万 还能多三百多万 房子抵押或卖掉 大概可以有个五六百万 怎么算缺口 多有一千多万 公司里的钱倒是够 关键公司不是我一个人的 虽然我占大头 有65%的股权 还有导师的20% 我应送给师妹的5% 另外的股份 是当时创业时 对我有帮助的几个老师和同学 占了大概10% 虽然他们平常 也不参与公司的管理 只是每年分红 但要动用这么一大笔钱 肯定是要通知他们的 看来这样也费钱啊 最近恋爱以来 我第一次感觉到了压力 不过也还好 如果能多等一年 一年时间一千万 也就是个小数目而已 只是眼下 确实有些困难 我总不能让西西再等我一年 况且我也想早点结婚 万一错过了这个村 估计再也找不到这个店了 我是真喜欢啊 只要思想不滑坡 办法总比困难多 我想不出来办法 财务总比我办法多 正好也可以讨论一下 公司上市的可能性 想到上市方面 西西是专业的 我第二天约了西西 来我们公司和财务周立波 一起讨论一下 周立波果然有办法 他说如果实在需要的话 可以找一家空投公司 签一个采购协议 签完合同 就可以把钱转过去 只要过一年 把钱还回来就可以了 到时候怎么处理都行 不过听他这么一说 我隐隐有点怀疑 这家伙是正经财务吗 是不是这么干过 不过因为急用钱 也没有太在意 就商量着细节怎么处理 正好空投公司 西西那边可以帮忙找 到时候钱 他可以帮忙操作 说完这个事 讨论公司上市可能性的时候 正好我有点事情要处理 加上我觉得 西西比我更适合操作这件事 所以也没有多想 就让西西全面负责了 而且西西确实挺负责的 他和账务周经理 两个讨论好几个小时 我几次路过的时候 看他们讨论得很认真 心里不禁憧憬 万一上市了 我至少得是亿万富翁了吧 还是有个这么漂亮 能干老婆的亿万富翁 未来太美好 不敢多想啊 结果我还没等来 周经理帮我操作完现金的事 倒是等来了周经理的辞职报告 而且走得很急 希望我尽快批准 这可是我们公司成立以来 第一个要离职的人啊 说起来一起也几年了 以前没有丝毫迹象啊 这结果眼上要辞职 难道他们昨天聊了啥刺激他了 郁闷归郁闷 人还得重新找 晚上跟西西吃饭的时候 我提到了这件事 他的表情有点怪 好像毫不意外 或许是他在大公司 见惯了离职的场面吧 他略微思索了一下 认真说 最近正好有个师兄回国了 再看机会 如果你急用人的话 我可以帮你问问 他过去待的都是大公司 正好后面如果你打算上市的话 他应该可以帮上忙 真的吗 西西 太好了 我感觉自从遇到你 做什么事都顺风顺水的 你真是我的贵人 还别说 这个师兄履历太漂亮了 国内又一流 美国读得硕士 后在国外知名公司干过两年 最近回国了 一是国内机会越来越多 二是身为中国人 希望为国家出典礼 不能光为美国人做贡献了 就冲这个价值观 我给他开出了 比周经理高三倍的工资 最重要的正好西西说的 未来如果我们上市了 这点钱算得了什么 要学会长远看问题 更何况人家还那么帅 也能提升公司的整体形象 想不到短短一个月时间 我拥有了一个白富美女朋友 一个国际化的CFO 不久就会有一段美满的婚姻 和一家上市公司 未来真是充满希望啊 早上刚从美梦里醒过来的时候 就看到西西发给我的图片 一片白云下 两只鸽子站在别墅的屋顶上 相依相微 浓情蜜意 画面太温馨了 我回复 收到 别墅很美 就是我们未来家的样子 哎呀 谁让你看别墅了 我让你看的是那两只鸽子 像不像我们俩 那只丑的是我 好看的是你 无论从哪个角度 你都是最美的鸟 你知道我现在在想什么吗 我就想给你生孩子 最好一儿一女 我觉得你会是世上最好的爸爸 我脑子里顿时憧憬出了 未来一家人的和谐场面 在别墅的草坪上摆着一张桌子 旁边有几把椅子 桌子上有书 有水果 桌子下面有各种玩具 男孩拿着水枪 在给植物浇水 女孩在一旁安静地画画 而西西在修剪花草 我在堂椅上静静地看着他们 对 一定要买别墅 西西的图片 给了我很好的提醒 说到别墅 西西说正好看到 他们旁边的别墅要出售了 那套别墅主她比较熟悉 看着清爽简约 但据说装修得很用心 花了很多钱 所以售价比市价高出不少 大概2600万 问我要不要买下来 这个价格有点难办呀 原来2000万左右 用公司的流动资金 差不多正好可以买下来 万一以后遇到急用钱 抵押我现在住的房子 不至于经营有什么问题 现在如果买完别墅 我就处于裸奔的状态了 稍有风吹草动 可能离破产 只有一步之遥 正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 西西恰到好处地问我 有没有困难 并表示如果钱不够的话 缺口部分她可以补上 她希望和我共建我们的鸽子窝 得妻如此 福福何求 而且有她在 有需要的时候 也可以适当地吃点软饭 我也不介意呀 反正只需要公司正常运转一年 我的财务问题 基本就解决了 说干就干 在西西的帮助下 把自己现在住的房子 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抵押 收款500万 和原来的600万 一起转给了西西 考虑到我和西西名下都有房产 西西建议 以公司的名义去买房 而公司是现成的 就是后面公司的钱 要转入的那家公司 新CFO和西西配合的进展 也很顺利 我只在几份文件 虚构的合同上签了几个字 带了几个公章 公司里的1500万 就作为预付款 顺利划到了西西 帮忙找的公司的账上了 钱终于凑够了 在西西的操作下 别墅过户也很顺利 我和西西一起去接收的别墅 不知道是别墅的结构都一样 还是西西以前来过这家别墅 她对这里似乎特别熟悉 随意地走动 仿佛在这里生活过很久 不过看着她开心的笑容 我觉得一切都是理所应当的 也都是值得的 毕竟这以后就是我们的家了 心里再次浮现上次的画面 太温馨了 一家四口 也许就是几年后的事情了吧 属于我的美好生活 即将开启 在我还在幻想 结婚后美好生活的时候 公司财务的确出问题了 准确的说 我们缺钱了 虽然我提取公司大量的流动资金 正常运行应该没有问题的 但新CFO跟我说 最近有好几家供应商 反馈原材料上涨比较多 要求涨价 理论上 我们也可以向上游供应商 提出同样的要求 但因为我们签的是长期协议 要涨价 也得等过了这个年度 而且因为现在汽车行业竞争激烈 想要成功涨价 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好在一时半会 差额并不多 也只有几十万 我想了想 目前我最值钱的 可能就是 西西送我的那块表了吧 要不行 先也抵押了应应急 等过了这一块再赎回来 当然不到万不得已 我不会这么做 它是我们爱情的开始的象征 对我来说太重要了 不知道是我最近的状态不好 还是新CFO和西西聊过什么 在我为钱着急的时候 西先开口问了 我是不是公司遇到什么困难了 想到我们快成一家人了 我也没瞒着他 就把眼前的困境 跟他说了一下 我们都快成一家人了 遇到困难咋不跟我开口呢 难怪你都没提要跟我结婚的事 我还以为你不想要我了呢 我们结婚吧 好不好 虽然很意外和惊喜 他这个时候跟我提结婚 不过我觉得可能过段时间更适合 试探问道 结婚 你真愿意这个时候和我结婚吗 现在公司遇到难处了 要不要等段时间 他娇称道 我就想早点和你结婚 早点搬进我们的鸽子窝 我不仅要和你经营一个家 更希望在你困难的时候 和你肩并肩奋斗 虽然我们现在是一家小公司 但未来我们一定可以把它做大 做到上市 做成一家伟大的公司 说到的上市 和他相处以来 他给我讲解了很多相关的知识 想到上市的各种好处 我非常心动 也认真思考了很久 我在头脑理理了理 认真问道 希希 你对我的公司应该也非常了解了 正好你对IPO也特别熟悉 如果上市的话 我公司的规模是不是太小了 我正想找机会和你说这件事呢 目前公司经营时间和盈利情况基本满足 就是我们的公司模型偏小 股东人数也太少 公司规模得有5000万以上 如果上市的话 我们需要引入新股东 扩大公司规模 钱的话 我们家有一部分 做了这么些年IPO 我也认识一些想投资的大老板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我可以回去和父母商量一下 看看保住你大股东位置前提下 我们需要拿出多少钱 你看怎么样 希希 你对我真好 不过我不能白拿你们的钱 反正我们都是一家人 要不你爸妈的钱就直接入股 这样也免得老人家们不放心 反正他们就你这么一个女儿 他们开心放心最重要 也当是我这个未来女婿的一点心意 哎呀 什么你们我们的 我们都是一家人哈 爸妈那边我去问一下 你看我们什么时候结婚 我怎么觉得我迫不及待的 想要嫁给你呢 我相信你会是世上最好的老公 要不我们现在去登记 办完大事 再解决增资阔谷的问题 这么好的女人 我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 求之不得呀 当我们拿着户口本去登记的时候 却出了意外 虽然她户口本上显示是单身 但民政局记录却显示是离异 也就是说她结过婚 我当场呆住了 她只说她谈过一次恋爱 难道她过去都是骗我的 还是有什么难言之隐 反正这婚现在是结不成了 民政局工作人员说 需要她到法院 拿到当初的离婚协议书 把户口本上的未婚 改成离异才能办理 出了民政局 我非常不开心 忍不住质疑道 你是不是从一开始就在骗我 想不到她显得十分委屈 可怜巴巴的说 我不是真想瞒你 我以为这只是一个帮忙而已 没想到会有记录 要不然我今天也不会来和你登记了 是吧 接着她解释了事情的经过 原来几年前 她是为了帮一个想在北京买房的朋友 因为对方户口不在北京 所以两个人假结婚 对方买完房子签完户口 就办了离婚手续 好几年前的事情了 而且她也不觉得是什么大事 不是今天发生这一查 她自己都不太记得了 不信她可以找另一人过来作证 生气归生气 听起来也情有可原 虽然我心里都火消了很多 但还是很不开心 也有一点点疑虑 可能是我的反应刺激了细细 她忽然对我说 如果你实在不能接受我的这段过去 那我们分手吧 说完不等我有任何反应 她就打车走了 有我一个人在原地进退两难 就这样我们三天没有联系 单身的时候没感觉 总觉得很多流行歌曲 就是无病呻吟 恋爱过 才发现歌和诗词 也许就是当事人的心情写照吧 我真的体会到了 什么是悠哉悠哉 辗转反侧 我实在忍受不了相思之苦 最后给她发过去了一条语音 我要让她听到我的真情实感 这三天 我无时无刻不再想你 你愿意原谅我吗 没想到 手机马上收到了一条回复 MeToo 接着她回来了一条很长的微信 说了她对我的思念和信任 令我十分感动 最后还有一条 以后我们无条件信任彼此 成为彼此的唯一 可以吗 当然可以 以后你就是我的全部 我开心地回复了她 我也是这么想的 以后不应该再猜疑她了 虽然结婚的是暂时停下来了 为了表达我对这件事的诚意 我们还签了一份协议 结婚后 我把公司的股权分离一半给她 新买个房子也明确给她了 公司扩股的事情也在进行当中 她父母计算出资三千万左右 占公司30%股份 公司总是值约一亿 这样原来一些股东的股份 就会被稀释 这之前我需要和原来股东说明一下 尤其是导师 毕竟她是第二大股东 公司这么大的变化 肯定需要她同意 而且好久没和导师联系过了 不知道她老人家最近过得怎么样 另外对师妹 也许是到了我放下心结的时候了 毕竟现在我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爱情 就在我准备联系导师的时候 没想到却先接到了导师的电话 咚咚 最近很忙啊 有没有空过来做做 正好你师妹从国外回来了 我有些事情想和你们谈一下 导师虽然是河北人 老家离北京不远 在同一所学校多安博就留校了 在北京生活了几十年 在北京生活的时间远长于河北 北京可能更像导师的老家了 说起来我买房的时候 也是听了导师的建议 所以买在学校附近了 只是虽然离得近 说起来我也好久没有和导师走动过了 虽然我现在的公司和导师的公司 有业务往来 我们产品的核心控制芯片 是导师的一家公司提供的 不过一般导师是不过问公司具体运营的 毕竟都是信得过的人 关键岗位都是校友和同学 所以一般都是导师工厂的销售 和我们的采购直接对接的 晚上我带了两瓶烟领春就过去了 好久没见到 今天特别想和导师喝点 顺便把最近的事情唠一唠 听听导师的意见 他把我叫进了他的书房 师妹已经在了 看起来他们已经讨论过一会了 因为他们的茶杯里的茶水都快见底了 导师直接问我 公司的新CFO你了解吗 是什么渠道认识的 我把我认识过他的过程跟导师讲了一下 结果导师看了一眼 直接骂道 糊涂啊 你就这么相信外人 相信一个刚认识的女人 你有没有想过你可能被骗了 啊 怎么会这样 你又是怎么知道的 哎 要不是给你们供货的分公司销售 给我反馈说你们的新CFO联系他 说可以给我们的产品提价 并给他一部分提成 他觉得情况有点反常 所以汇报给我了 这要换了其他人 你说会是什么后果 原来供应商要涨价 是他搞的鬼 我差点气晕了 只觉得脑子里嗡嗡的 好一会才恢复过来 我花三倍工资 就得到了这么个回报 他是西西推荐的 那西西和这是有没有关联 在导师的建议下 我头脑冷静了下来 开始思考最近发生的一切 我不得不对西西 产生了很大的怀疑 想了想 我有点沮丧 问导师那你也知道假西西的事了 没想到我不问还好 一问导师更火大了 亏你还有点脑子 能想到他这一层 要不是我觉得这个CFO有点反常 找人查了一下 我还真想不到 你小子居然这么糊涂 简直是个蠢蛋 你就从头到尾没有怀疑过 一个来月花了几千万 估计再有几天 你要卷铺盖滚蛋了 接下来导师把他调查的事情 给我说了一下 这是还得从财务离职说起 那个财务之所以离职 是假西西的成果 他直接跟财务说 他是未来的老板娘 而且他是干这一业的 以后肯定是要自己干的 如果财务主动辞职 他可以给一笔丰厚的补偿 越快越多 所以财务最短时间内离职了 那个CFO根本不是什么名校毕业 就是一个普通的财务人员 而且和假西西的关系很暧昧 目的就是控制公司的财务 一是方便把现有的资金挪走 另一个就是进一步控制公司 然后就是收集 我在财务上的违规行为 方便以后进一步控制我 上次的违规转钱后面 很可能给我带来牢狱之灾 最让我震惊的是 我买的那个别墅 居然原来就是假西西的 那就是他上次离婚 得到的战利品之一 而我居然出了比市场价 高几百万的价钱 把他买回来再送给了他 而旁边那套 我现在的准岳父岳母 住的则是他租的 那所谓的岳父岳母 则根本就是假的 是他花钱雇的群众演员 我说怎么觉得他们长得不像 而那岳母似乎看着眼熟 原来我真有可能 在某个节目上见过他呀 真的是太悲哀了 我努力十几年得到的一切 居然在短短一个月 差不多就败光了 导师叹了口气说 你也不太伤心 说起来 你还是幸运的 毕竟你们还没有登记结婚 阔谷也没有完成 他的这个套就差最后一步了 你打算怎么办 我灰心无比 还能怎么办 婚肯定是不能结了 看能拿回来多少损失 就多少损失吧 好像也没办法让他们坐牢吧 旁边小师妹不乐意了 就这么放过他们 你有没有想过 你损失是小 他们还会去害多少人 我认真看了眼小师妹 这么些年 她基本没啥变化 还是那么美丽 那么正义 可惜 我和她之间经历这么一件事 估计距离更远了吧 是啊 就这么放过他们吗 我不能答应 毕竟公司不仅仅是我的公司 还是导师和师妹的公司 也是全体员工 共同努力的结果 差一点就被他们无耻地夺走了 接下来 我导师和师妹 讨论了一下 后面要进行的事 导师建议 既然他们要演戏 他们倾家荡产 最好是能吃上公家饭 从导师家回来后 我心情既沉痛又难过 沉痛是因为我损失的钱 估计一时半会也拿不回来了 难过是因为 我被人像傻子一样 骗得团团转 但我还得打起精神来 表面上还得装得云淡风轻 因为还有一场大戏耀眼 我打电话给贾希希 告诉她股权转让的合同 已经准备好了 结婚之后就转让给她 为了表达对她的爱 我准备把我所有的股权 都转让给她 我突然在想 电话那头 她是不是会笑得特别肆意 还在心里骂我是傻狗 我告诉她 关于扩股的事情 出了一点意外 原本我以为导师那边不会增资 但导师那边特别看好公司的前景 另外 我师妹那边从国外 拉来一个投资方 也想增资 如果她父母还希望保持 30%的股份的话 可能需要投入6000万左右 看他们是维持3000万投入 占股15% 还是增加投资 这个数额 是我和导师讨论后的结果 经测算 贾希希算了我的钱 加上她自己的估计4000万左右 她要拿出6000万 就一定要把别墅抵押出去 我原来的股份 即便全部转给她 她想要控制公司 就一定再拿到30%的股份 基于对她的分析 我们一致认为 她肯定会出钱 果然不久 她回复说她 父母又找亲戚朋友 凑够了6000万 另外 导师工厂的销售 也答应了CFO的建议 把价格大幅提高了 不过她没有收回扣 要求是工对工 给出的理由 是她有公司股份 而且不想因为这件事 背负心理负担 同时 我新成立了一家公司 保险起见 我并没有用自己的名字 新成立的公司的产品 是目前公司产品的升级版 说升级版 是因为导师那边的技术 有了新突破 性能提升了差不多一倍 但价格可以做到更便宜 一切按计划在执行着 我耐心地等待着 想知道春天的草 冬天是否还能律意盎然 事情的变化 果然都是有征兆的 只是以前 我似乎很少关注细节 自从股份转让和扩股完成后 因为要偷偷弄新公司 我干脆以身体原因 把公司的管理 也交给了贾兮兮 她开始忙起来后 我们见面的时间就少了 而她似乎也很久没有 对我说过什么甜言蜜语了 或者她自己都没有意识到 这个变化吧 一天她回家后 脸色非常不好 我赶紧上前问怎么了 她有点不耐烦 说是客户那边的订单有变 本来口头说好的是 公司已经给供应商下了 很大的单 现在仓库都堆满了 结果客户对产品提出了新要求 让我们的产品进行升级 这都生产出来了 怎么升级 我心里偷偷乐了 那可不 有更好的产品 谁还能接受老产品 等着还有好戏呢 又过了几天 她脸色更难看了 回家直接质问我 你导师那边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现在提出来撤资 当初要看好 公司要加大投入的是他们 现在不但不注资了 还要撤资 什么意思 这能有什么意思 想撤就撤呗 最后我们做大股东上市 不是更好吗 我忍不住 带着一丝细血的口气 想刺激了她一下 不知道她是不是听出了 我话里的不善 她白了我一眼 娇称道 如果我们有钱肯定是好事 问题是他们撤资了 我们哪还有那么多钱 维持公司运行 你现在天天就知道吃白饭 啥忙也帮不上 咱不是还有别墅吗 实在不行 让爸妈也支援一点 她的脸色忽然有些难看 但也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盯着我看了一回 不会是怀疑我了吧 拼命忍住不笑出来 真的很难受啊 我强忍笑意 假装平静地问 你怎么了 干嘛这么看着我 你是不是知道什么了 她有些狐疑地问 你似乎智商不高啊 现在才看出来 我实在装不下去了 忍不住嘲讽道 原来是你 狗东西 看我不打死你 不知道是不是最近太不如意 真不知道 她原来是这么火爆的脾气 居然真的朝我冲了过来 这次我没有惯着她 蹚蹚就是正反两巴掌 把她打了个措手不及 平生第一次打了女人 没想到 是在这种情况下 一直以来的憋屈感一扫空 而她顺势坐到地上哭了起来 还骂道 狗东西 敢打我 明天就离婚 我要让你净身出户 变成穷光蛋 就这样 我们顺利离婚了 她带着我所有的一切 应该是很开心的吧 虽然现在公司遇到困难 毕竟是直在那嘛 我也很开心 终于摆脱了她 而好戏也要收场了 计划很顺利 客户采购经理和导师很熟 在我告诉了事情的前一后果后 答应配合我们一起做个局 她利用假希希没有经验 且急于拿订单的心理 口头承诺了非常大的订单量 并以竞争激烈为借口 订单周期压得很短 假希希不知道是对自己容貌 还是能力非常自信 居然真的在没有得到客户订单的情况下 对了大量的货 加上她的好CFO的操作 这些货成本齐高 导致公司不仅是现金枯竭 还欠银行一大笔钱 假希希永远都不会想到 那些订单她永远也拿不到了 因为订单已经留到了新公司 你要是客户 你会选择性能更好还便宜的货 还是更贵落后的产品 不久 CFO被人举报贪污 不知道是不是假希希也没想到 她推荐的CFO居然这么能贪 她一生气 居然把她告上了法庭 最终CFO因为巨额贪污被判了六年 就可惜了 我好好一家公司 就这样破产了 虽然新公司比原公司更好 但那毕竟是我新手 创办的第一家公司 想到她就这样破产了 心里总觉得好些空了一块 据说假希希一欠巨额债务 成为失信人员 我已经好久没有见过她了 也许她还会再活跃在某个相亲平台吧 我也不想再追究过去的事情了 痛苦的回忆就让她成为过去吧